最近疫情严重 封校 网课 在家办公室大家的学习工作状态 我除了给疫情严重的地方捐了款 比如说吉林 其他能做的好像也很有限 最近收到不少回复说 因为隔离变得心态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做个视频 轻松快乐 你我他 顺便来聊一下我们在家学习 心态呀 方法上能够做出什么调整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最近不是都上网课吗 然后我就发现我上网课的时候 我的魅力直线下降 原来吧 我就跟学生说 先以听为主 以思考为主 但是现在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多动笔 多去记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能够帮助你在网课当中去 集中注意力 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就是无意义的记一些笔记 比如听网课的时候 假如说你把老师说的重复一遍 或者抄写一些这个PPT上面的 或者是内容 我觉得都挺好的 关键就是网课太容易揍神了 真的 还有就是说千万不要躺在床上面 学习或者听网课 听网课我拜托大家 真的床上面太舒服了 特别容易分心 而且睡着 所以不要在床上面学习 不要再想起我唱过的歌 如果你害怕也唱梦多 还谈什么去是忘记必备 思念缠绕快乐 想要一个人分不复身 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 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 不愿再起波澜 哪怕洋花成蓝 几秒之欢 不甘的遗憾让你彻月难眠 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 却醒悟的太晚 那隔离期间自己学习呢 只要其实控制好手机的使用 就成功一半了 那控制手机的思路呢 其实就是赋予手机另一个用途 这个方法我在之前提到过 就是把手机调成延时摄影模式 然后拍自己学习 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动手机了 那我这次在书店还把手机当成闹钟用 我觉得效果也不错 我在这两个小时之间呢 就是没有起来休息 也没有动过 两个小时一直坐在那儿 学效率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别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 不愿再起波澜 哪怕洋画像蓝 奇妙之欢 不堪的遗憾让你彻眼难眠 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 却醒悟的太晚 确定为一个人 反不顾身 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 想不想 不愿意 不愿意 本人 珂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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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方面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尽量能多晒太阳 就是晒太阳千万不要小瞧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完全被隔离在家里面 你能够出不了校园 但是你能够出去 像今天阳光非常好 我出去晒个10分钟20分钟的都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有助于维生素D的合成 再有一个就是你老不集中 或者有的时候你感觉到特别累 是脑子转不动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没有喝水 同学你忘了喝水了 因为在一个班级中 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别人喝你也喝 然后不喝水 这个人就是脑子真的转不动 因为我们的这些思考 身体运行都需要水分的 你也比较容易疲乏 然后你脑子也转不动 然后相应的你想 你脑子转不动迷糊 你可不就逐力不集中了吗 对吧 我真的不想上课 尤其是网课 而且我感觉我眼睛好痛 还想上厕所 而且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而且睡觉的时候 好像胳膊还被压麻了 如果你知道时间不在校呢 我还非常建议大家捷抱学习 这样和别人多沟通的一方面 是能够解决自己比较压抑的心情 另外一方面呢 我始终觉得 节省小组学习 是解决自己自律问题 最有效率 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隔天 冰难 烘 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身旁 总是有你 拉上窗帘进去 历听你的呼吸声 在我的耳门响起 散出了暖门息息 加速呼吸吸调频率只为你 You know I want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总是喜欢 乐此不平 翻云覆雨 心狂声音 当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为你亲近时间 铺下爱的诗篇 妈妈说带此的玫瑰很危险 我已经沉沦在地域的边缘 无所畏惧 沉沦下去 关上房门 听不关 还没来的 不想猜 我时刻保持高度经历 为了你将来 有我有家 有毛 静静有条的日子 没人和你 我再被我不愿意来 进展了 跑得翻了